欢迎来到美厅 你花钱的方式决定你的层次 在生活中几乎所有人都离不开钱 钱究竟有什么用 我想不用赘述 大家心里也有数 虽然钱不是万能的 但没有钱 不说是万万不能的 但至少是寸不难行 所以花钱的方式就要十分慎重 物质上该省则省 我身边有一个姑娘月薪三千 但吃穿用度却远超这个数 她的一瓶面霜都要两千多 包至少要背四五千的 甚至戴的手表也要好几万 每个月她都在透支信用卡 经常拆东墙补西墙 不仅经常当啃老族 还四处向朋友借钱 有一次我问她 为什么非要买这么贵的东西 因为以她的经济能力 完全消费不起这些奢侈品 但她理直气壮地说 我就是要对自己好点 就是要过得有品质 你什么都嫌贵 别人才觉得你便宜 听到这样的回复 我只能保持沉默 因为多管闲事 既对自己没好处 还特别容易得罪人 但我总觉得 如今许多人的消费观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倒不是提倡只用便宜的东西 毕竟好东西除了贵 没别的毛病 而是如今许多人抱着 今朝有酒精招罪的态度 一味透支和超前消费 如此不仅虚增的负担 还使欲望越来越大 毕竟古话就说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如果你有足够强大的经济能力 即便买在贵的东西 即便人家极度和羡慕 但好歹你花的是自己的钱 更退一步说 真正有钱的人 其实还不会如此铺张浪费 反而非常节俭 李嘉诚的一套西装 可以穿十年八年 皮鞋坏了补一补 接着穿 同员工一样 吃公司的工作餐 身为地产大亨的他 却住在1962年 购置的老旧婚房里 台宿集团王永庆 生活上极其节俭 用的肥皂剩下一小片 还要粘在整块上继续使用 每天做健身毛巾操 一条毛巾用了27年 台湾首富郭台铭 他办公桌的座椅 用了十几年采换 上班时间 他公司走廊的灯件隔着亮 会议室基本没什么装饰 地毯也是最便宜的 在我看来 节约用钱 其实重点不再省了不少钱 而是在于节约 会培养一种朴素的品质 它会让你终生受益 在于让你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把焦点放在更有意义的事上 精神上该花就花 有个读者曾告诉我 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 初中都没毕业 就被迫在外谋生 刚开始他在餐馆 洗碗 扫地 端盘子 每天从早忙到晚 一个月工资才700块 那时许多和他一样的打工者 一拿到钱都舍不得花 总是立马存起来 虽然他也很想攒钱 但又渴望读书 于是他会省下买零食的钱 到地摊上买些书来看 再到后来 他因为工作卖力 肯干 人又诚实 这时他的工资也比以前高了些 但他又省吃俭用 居然花了几千元 报名参加成人高考 那时旁人告诉他 哪怕你学历再高 还是一个服务员 但他觉得 学知识能让他快乐 这就够了 又过了几年 他到了一家大型酒店应聘 因为有学历 又有能力 很快被提拔 如今已经是这家酒店的资深客服经理 薪资和待遇 都上升了一个层次 许多人都觉得他很聪明 但却极少有人像他一样 愿意省吃俭用 在学习上投资自己 记得胡适 曾在文章里写到 他的父亲早逝 家境贫寒 但即便如此 母亲在他读书这件事上 从来不吝啬 甚至还出奇的大方 那时他读私书 每年要给老师送银元 通常一个学生送两块就足够了 但他母亲第一年就送了六个 第二年起 逐年底增 最后一直送到了十二个银元 而他对老师提出了一个要求 希望先生 您能为胡适单独讲书 每读一字 须讲一字的意思 每读一句 须讲一句的意思 虽然那是花了不少冤枉钱 但从此为胡适 成为日后学界太斗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 钱并不是一味节约就好 在提升自己的那些事上 比如读书和学习等 就要舍得花钱 虽然他们不会像及时行乐那样 能给你提供 虽然看得见 但却是短暂的舒适和享受 但他们会给你提供许多无形的 长久的 有益的好处 甚至有的 还会彻底帮你改变命运 会花钱 是一种能力 有个熟人 三十多岁了 在我老家县城 依旧没买房 因为付不起房子的首付 其实我们那儿的房价并不高 按他和他老公的收入 哪怕全款买一套房 也不成问题 但他之所以到现在依旧租房住 根源在于 他不会花钱 比如五年前 他其实就有十来万 那时别人建议他再去借点钱 把房子买了 但那时他不想给自己压力 每月还要固定去还贷款 其次 他觉得把前存银行 每年的利息还有好几千 但他并没有考虑房子是固定资产 而且是在不断增值 但在银行存定期的利息 可能都跑不赢通货膨胀 但现在他在后悔 也于事无补 而平时他们在用钱这件事上 也不分性质 不分场合 不看情况的抠门 比如许多时候 他和老公在和亲朋好友吃饭时 总是想着去占别人便宜 却很少掏钱去请别人 虽然一顿饭值不了多少钱 但如此斤斤计较 多少让人觉得不厚道 甚至让人不愿多交往 也因为他们对钱的态度 这对夫妻错过了几次升职加薪的机会 因为领导认为 即便提拔他 也不太经得起名利的诱惑 而同事们觉得 即便跟着他在中心效力 也得不到钉点好处 记得郑元杰曾经因为读者给他寄来太多信 多到家里堆不下 所以一口气在北京买了十套房 那时北京的房价是1400元每平方米 还不算贵的离谱 甚至会有人觉得他很傻 因为谁会把钱花在为了放读者的信 这么奇怪的理由上呢 虽然郑元杰说当时根本没想到互联网发展这么快 手写信会慢慢变少 只是考虑不能辜负了读者的一片心意 但如果换一个人 大概不会有如此的远见和胆识 而黄金融曾经为了考验杜月笙 带他去赌场 让他赚了两千大洋 本以为他会继续拿去赌 谁知道他不仅一分梅花 还把这笔钱拿到金桥 全部散给了一帮闯江湖的兄弟 当时黄金融就断言 等我死了 上海滩就是杜月笙的了 后来他的话果然应验了 许多时候会花钱的人 懂得分场合 看性质 分情况 在该花钱时 绝不含糊 在不该花钱时 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其实你花钱的态度里 就折射出你的层次 而如何花钱 与如何挣钱 几乎同等重要 甚至前者更胜一筹 因为如果你会挣钱 但不会花钱 一样会入不敷出 但你即便挣不了多少钱 但很会花钱 就能起到开源节流的作用 茶花女中说 金钱是好仆人 坏主人 低层次的人 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而高层次的人 却把钱当作一种工具 钱是个好东西 关键要看你如何看待 驾驭和消费它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因为这是明镜 Awesome 品 是 não 1 感谢观看